今天是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今早我们有光龙征圈 研究报投资经理方泽桥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elvin 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说的暂时在18000点附近 究竟今个月会升还是跌呢 今天和大家拆解一下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说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表现 美股做好 标志今年以来第31次创出新高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是好坏参半 三大指数平开 之后曾经向下 之后回升 导致收市升56点 收报38834点 升幅是0.1%左右 标志升13点 收报5487点 升0.3% 纳指指微升5点收市 收报17862点 升幅是0.03%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向下 要跌0.4%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昨天的股价普遍向下 苹果、Google、Tesla和Meta跌幅都要超过1% NVIDIA再升3% 创出新高 并且市值超越美元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价格方网股ADR 相对港股上的收市普遍向上 美团比本港上的收市高出超过1% 比亚迪亦都比本港上的收市高超过1%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向好 升超过200点 最新升215点 38697点 首义综合指数靠均 升26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 以及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 最新都要向下 看看外围方面 和Kelvin谈谈谈 昨晚的美国经济数据 其实有好有坏 先说零售销售 按月升0.1% 但市场原本预期升0.3% 所以最新的零售销售数据 就叫做差过市场预期 扣除汽车和汽油销售的零售销售 就未升0.1% 市场原本预期升0.4% 所以整体而言 零售销售都是差过市场预期 但工业生产按月上升0.9%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更好 因为市场原本预期升0.3% 看到一些经济数据 对美国经济的投射 都未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但是股市方面 方向近日都挺明确的 因为刚才说到 标指今年以来 已经超过30次破顶 譬如纳指都是铝创新高 我想大家都想 如果在美股买卖的话 都想等它回跳 但是似乎就未必等到 好了 现在可能想改变的策略 就是在高位追入的时候 你会建议大家 比如说追入纳指或者标指 怎样定止止蚀价 还有比如AI或者芯片相关的股份 是否仍然是你的首算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路跟开我 或者看开我节目的话 我都比较喜欢一些芯片股的 现在其实你见到纳指 都要求回到17,862 反而你看到一些经济数据差 就有利一些科技股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数据差 就减息的预期 又会增加了 所以现在 其实要等美国经济 有些数据比较差一点 其实纳指仍然会继续破顶 真的要等经济有个比较明确的改变 所以令到纳指仍然会有机会下跌 所以现在 其实纳指仍然会一直破顶 但如果没有货的一些省会 我就不建议这个时候 真是很充的去入市 因为如果现在入市的话 很大机会就会破 就是很大机会就会 盈利是一个回调 回调的话 你又要止蚀 不如等纳指 真的有一个叫做回调 以后你才去入市 不过来说 你看到 好像刚才Vanice那样说 看到很多的一些科网股 甚至一些芯片股 仍然都是破顶的一个格局 我都相信 现在仍然都是一个叫做 大涨小回的局面 要它真的跌下 穿回10天遥平坏线 20天遥平坏线 亦都比较难 所以大家如果见到一些大型的 有名的一些芯片股 科技股 如果有机会跌了3-2% 就可能要入第一注 所以大家都要把握这些机会 机会看来 今年都不会是太多的 美股来说 仍然都是大涨小回的局面 因为现在都未真正是减息 如果去到9月减息的时候 美股有机会继续会上升 都不出奇 所以美股仍然都是一个焦点所在 是的 譬如你刚才提到NVIDIA 也破了顶 股价上破了顶 市值上也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那你刚才的策略建议就是 叫大家回3%左右才好卖入 是吗 你见到现在 每天都升3% 所以来说 要跌回都有一定的困难 都要等机会 我觉得暂时 现在拆完股之后 仍然都是上升的局面 所以之前我也有少少的担忧 会不会拆了股之后 会有一个盈利一个大的回调 但是这个真的比较空泛了 我也想得比较简单 仍然都是一个上升的情况 所以我相信NVIDIA 仍然是古王的身份 所以我相信它的回调 比较大的回调 看来也不会那么容易 始终芯片股有它的独特性 那个竞争 就真的不是像新能源汽车 那么容易进入 因为说的是要技术 和你的政治环境都会配合 然后这个市场才会蓬勃 你看到好像内地一些的芯片股 虽然是有上升 但是升幅跟美股是差非常远 就是遥不可及的 始终芯片股是一个独特的市场 所以在这个 没有什么竞争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NVIDIA这一类的芯片股 仍然都会水涨船高 要他们有机会大幅下调 或者出现一个新的竞争对手 看来在短时间之内就不会看到了 好 我们先看看港股上的走势 先打开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很淡争持 昨天成交再度不足1000亿 大市在低开之后 曾经升百点之后 曾经重上万八点流上 收市未跌5点 收报是17915点 大市的情况就是 昨天有一个很淡争持的局面 我们先看看上天北水的盘路 北水连续第23个交易日 是录得正流入的 昨天的金额是58.6亿 中资银行普遍有北水正流入 建行有5亿5千万 中行也有接近5亿 工行有2亿3千万 紫金、中移动和中海油 都有北水流入 美团继续有北水流出 金额大约是7千万 腾讯再次由北水正流入 改为正流出 上天的金额是2亿8千万 我和Kelvin谈谈过大市的走势 继续叫做没什么方向 咬住在条50天线的水平 连续三天 高位见过18点之后 其实都未能够站稳收市 成交连续两天就是低过1千亿 上海的六家嘴论坛 今天和明天就召开 香港的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 他正宇都会出席 去到上海那里 之前亦有一些评论文章就说到 那六家嘴论坛 可能会有一些 利港的措施 在论坛期间就宣布出台 另外 现在就是6月中 7一就临近 亦都有些市场憧憬 就说会有一些回归周年的礼物 你认为利港的措施 短期内有没有机会出台 还是港股的换局 会持续去到7月 我觉得最近来说 港股都是维持18点的水平 始终都是一个叫做牛皮的一个格局 见到美股就算纳指 多次破顶 但是都带不起港股的一个声势 为什么又会这么差呢 始终内地一些的经济数据 是做得比较差的 例如见到在5月份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是3.92万亿 按年增长3.7% 虽然比市场高预期3% 但是你看到内地来说 投资和一些消费 仍然都是比较疲弱 看到上证都是在3000点 有3,000点的一个保位置 3,010点左右 拖累港股最近仍然 都维持18点这个水平 我觉得在大概7月前 港股仍然都在闷局 仍然都打破不到这个 就是18,000点这个水平 要真的等到7月 即是7月之后 我觉得港股才有个 明显的一个走势 暂时都不会有什么大升 和一个大跌